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這款由ApplePi推出華裔代理的聖少女戰隊 是一款SLG模式的HGAME 這款遊戲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也佔據了不小的地位 傷害與命中的設定 戰鬥模式看起來像是類似基戰的系統 聖少女戰隊的戰鬥是輪流動 也就是沒有辦法選擇誰先動誰後動 這也就算了 最讓人彈疼的是滾畫面的操作 必須要點小地圖才能夠移動範圍 設計直到三代才做了修正 即使拿出修改大法想快速通關 你仍然要花5分鐘在移動格子上面 現在來看的話遊戲性顯然就是一坨屎 所以就由我來替大家回味一下這款遊戲就好 至於想要看CG的同學 可以自己在遊戲資料夾底下放下一個Memory的檔案 一代二代三代都一樣 OK 撇除戰鬥系統來看的話 CG我個人覺得是不錯 加上三代的故事延續性與角色建立情感基板性 因此H場景的帶入感也更強 畫面在二代達到了巔峰 三代的畫風也不是我的菜 可能是為了做GIF所以人物有點崩 怎麼說也是出道的三代 是有他的道理 一二三代一共講述了三個學期 男主角早田俊毫無疑問的是個渣男屬性 那個年代的HGAME真的很流行渣男這種套路 有一天作夢夢到了布蘭德說是他的祖先 叫他要去找出五名聖光少女拯救世界 還要他在半夜去神社喊出雷卡轉身 祖先跟他們說挑好了五名後宮 不是 是五名聖光少女 請他們一起守護世界又是一個靠拔的故事 女主角深野林子是他的同班同學家偶像歌手 男主角不免俗的開始幻想能跟林子來訪 這邊偷偷暗渡了一具特勤機甲隊 也是一款相當有名的鬥死的機器人SLG 女角也是相當的正 可惜沒有拖所以我就沒有深入研究了 放學後剛好走錯了更衣室 就這麼剛好的看到女主角也在更衣 就這麼剛好的女主角說她也喜歡男主角 我只能說人帥真好偶像都能搞 當要督進去的時候被去死去死團的卡魯邦聯軍過來干擾 又那麼剛好的男主角的五個最熟的女人 剛好就是聖少女戰隊 我只能說你是不是眼睛看到正的 就封他們是聖少女戰隊啦 前面連一點端倪都沒有 這五位小女生就直接負責了與阿俊傳統接代的重責大任 然後五位女生還要喊出脫離譜就可以變身 還好本可以有念書知道是脫衣服的意思 不會被別人騙保衛地球還要脫衣服 一開始五位聖少女戰隊的稱號分別是 即星戰士、禍星戰士、死星戰士、異星戰士、零星戰士 老實說我是感覺不到哪裡神聖了 感覺是死少女戰隊才對吧 一代的戰鬥並不難 打到一半主角還會給buff跟回血 後面就是不斷的守護地球 然後打贏了聖少女戰隊就給你獎勵 前不後繼的推倒男主 男主角還會跟女生說 啊真傷腦筋只有這一次喔 偶爾還會被女主角撞劍 最後還能硬轉說是為了保護女主角 才不敢跟她發生關係 二代整體畫面我都覺得是三代當中最精緻的 從開始畫面的人物介紹 也可以看到對劇情做了一定程度的補完 也描述了女主角的生日啊 身材等等 有趣的是剛剛的雖樣名稱改成了 星星戰士、功夫戰士、雷鳴戰士、白鶴戰士、兔子戰士 一代時曾經被卡魯邦聯軍設計用美色誘惑吃過一次虧 二代也沒有少掉這個劇情 如果你以為男主角只不過是個不長腦子 只長老二的男人那你就錯啦 那個男人連眼睛都沒長啊 明明一開始已經遇過兩三次的敵人 還是能夠假裝成是你全美然後跟你打炮 真的是眼睛沾到蛤蜊 有炮可以打真的連智商都被下架 難怪這一代女主角開始受不了我們的阿隽啦 二代阿隽的口號也從雷卡轉身變成天地合一 迪奴聯軍口口聲聲說比一代的敵人更厲害 但是敵人阿不是忘記帶行動電源 常常需要充電的吉魯達 就是只會一直說快去找快去找也算是有點搞笑 如果二代是以深度拓展 那麼三代比較像是廣度的延伸 三代想模仿同級生的意味濃厚 二代蛤蜊夾扮的美加直接引渡到三代成為一個角色 連老師都可以成為變成可以睡的對象 增加了地圖事件 當然可惜常常明明沒有事件 還要在外面一直晃混到半夜才能回家睡 事件也不夠多不同天的對話常常看到是重複的 既然設計了事件導向 就應該要設計更多的對話 讓玩家更加了解故事劇情才對 三代主要的劇情是布蘭德家族內戰 大哥為了想復仇一代卡路邦帝國 所以追殺到了地球來 但發現卡路邦已經被我們屌虐了 所以想要拿到我們的力量 而且為了力量把自己的弟弟妹妹全殺掉 這個其實最後依然是被我們一頓獨打 這邊如果想要獲得最後結局CG圖 記得要在地圖事件去觸發與該角色的H劇情 隨著主角群的畢業 聖少女戰隊也在三代畫下了終結 在聖少女戰隊裡面我最愛的角色 其實是中日混血的蒼田千金 可能藏織法才是我的菜吧 不知道你們喜歡誰呢 今天的聖少女戰隊就介紹到這裡了 希望喜歡的新觀眾能賞個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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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4 3 4